政治焦点蓝白盒呢 随着向中选会提出了人选名单越来越接近 是否脚步也要开始加紧 其实呢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以及国民党方面彼此之间不断放话 抛出各式各样的结合的构想 而今天最新的进度呢是侯伴呢 向外透露说已经跟柯文哲的办公室方面 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 但是呢其实柯文哲才抛出10月底前 要跟国民党对手来辩论比民调 但是幕僚联系之后柯正宜希望一周后 双方幕僚要来公开协商拒绝密室的政事 但是侯正宜却要求我们的过程 不要录影也不要公开 也没有回应到底是不是要办辩论跟比民调 那么柯文哲就说 如果他们不要比民调也不愿意辩论 那到底要干什么呢 市长他感觉是不支持这个辩论 你觉得他确战吗 也不辩论也不民调那干什么 这答案不好说只能以一连苦笑做回忆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很坚持用辩论 民调来整合 11号一早跟对手侯友宜阵营在联系 早上我们选办跟党部都有跟科办来联系 早上已经有联系的是聊什么 那你要问黄珊珊然后多小 联络是有但国民党一开始没给答案 因为柯文哲给期限 希望一个星期内能跟侯正宁两位代表公开会面协商 在展开两到三场辩论后 十月底前用民调定输赢 侯正宁总算回应 可以在十四到十八号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之间选一个时段 双方在会前会后一起开记者会 但协商过程不公开 由双方记录录影有争议才公开影片 对侯正宁的说法 柯正宁依旧不领情 重申避免密室政治 幕僚需公开会面 用辩论民调决定输的退选 再算国民党不要只会说堆叠善意 要有更正面的回应 双方态度强硬就被联想 梁正宁代表黄珊珊跟金普聪都是主战派 整合难道都是喊假的 黄珊珊是绝对是秉持了这个 抛弃成见的这个任务 来去公开的来跟国民党来做这个合作的谈判 光幕僚作业就充满矛盾 蓝白整合比较像技术性拖延 都做假动作 TVBS新闻 华绍平李学维 李平 SN小组台北报道 而却终蓝白和目前呢 都还在紧锣密鼓当中彼此喊话 甚至幕僚也慢慢要开始来磋商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侯友宜也有自己的步调 抛出了许多正见的构想 同时今天他也喊出了要恢复礼义廉持方面的教育 其实就被抨击了 这是要来八股背诵吗 民进党立委之一 这是要重拾过去的八股教育吗 教育部长潘文中也说现在呢 他们的教育重视实践跟思辨 而侯伴就回应了 他们重视的是强调品格教育 不是说又要同学们来背书 公开考试 确实四维八德已消失在课堂许久 高中生说长辈会说 长辈也真的拿来说 出席教育这些活动 侯友宜抛愿景上任就要恢复品德教育 这话引发立委质疑 当年在接受那个八股教育的时候 所背诵的四维八德 教育部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有把这样子的一个 礼义廉持的校训精神 强制要求下架吗 质疑侯友宜难道是想把过去八股思维 带回现代 教育部也跟着解释 而长辈倒觉得 不用特别考试背诵没错 但这方面的教育的确该加强 而侯伴表示绝不是要求开课考试 是要加强整体教育 只是图抛李毅连此议题 在蓝白民调拉扯之际 目标客群的确很清晰 这位讯文化震生状态于台北长辈倒 好蓝白河这个话题呢 势必会延续到中选会正式 他们来递交名单这一刻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究竟要如何产生 这蓝白之间非日联盟的最强母鸡 谁当正谁当父 吵个不停 而我们今天的政治一点 名内幕全透明 我们就邀请到政治组的记者 峰卫来到现场 峰卫晚安 薛安好 冯伟其实今天呢 他的任务非常特别 在白天的时候 他去采访了过去 也是在上一回大选当中 被国民党认为的最强母鸡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了 而现在证件也传出 韩国瑜现在出现了 那这也意味着蓝白河的 最强统姑也出现了 这个男人你觉得 他怎么会出来 是最适合不够的人选吗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家都讲说 他就是要当统姑嘛 那的确我们今天看到 韩国瑜脸书上面po出了 跟柯文哲的合照之后 柯文哲马上跑到了 韩国瑜的脸书底下来留言 说今天谈得很开心嘛 有哪一个国民党政治人物 能够让柯文哲 并不意外 但是他的出场时机也是蛮特别的 就是在这个 现在看起来是蓝白河即将 进入了一个深水区的时候 他才来出现嘛 那的确他的角色是 外界解读说可能是有获得 朱立伦的受益 据我了解 的确是在这之前 朱立伦有受益给他 说希望说他可以在蓝白之间 扮演这个桥梁嘛 那当然也是借重他过去的一个角色 那这一次他可以出来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对韩国瑜来说 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嘛 那我们后面再来讲 但是对于民众党来讲 民众党的确就是缺乏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韩国瑜讲什么 其实他可以能够听 而且包括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在谈编上常常会讲到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团结 我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 但是可以看到韩国瑜 这几次公开的谈话 他还包括在私下的会面 他都不会讲这样子 因为他比较能够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 站在柯文哲的角度来思考 对 所以这也是一半年一个 统固角色他应该要具备的特质 在蓝营的包括朱立伦 侯友宜 目前比较不方便 也不会去讲这样的话 但是韩国瑜他可以讲这样的话 但是接下来他能够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朱立伦给他一个副主席的角色 他就是看他要不要接嘛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说他如果接的话 那比较没有什么筹码可以来跟在野阵营的谈判 柯文哲或许会觉得说你就代表朱立伦 那现在韩国瑜他自己也在思考说 到底要不要来接副主席 但是其实不是副主席 还有包括不分区的龙头 到底要不要接这样的角色 他还在考虑当中 那冯伟其实你今天专访韩国瑜的时候 我觉得在之前就是初选刚刚结束 已经是确定侯友宜递定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都很希望 这个人气王韩国瑜可以来帮他抬轿 呼唤一些这个蓝营的基本派 那个时候你访问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对比这一次再度专访他的态度 又有什么变化呢 过去韩国瑜是比较大名大方 包括他无私一身亲的时候 就他比较可以做自己 完全做自己 包括他是2020选总统的时候 他还是从后到尾做自己 但是现在看得出来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框架 这并不是说他有什么党职的身份 而是他在这个扮演统孤的角色上面 他会比较顾及说我讲这个话 到底会不会让柯不开心 或是会让猴感到不被受尊重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考量点 所以他在讲的话的时候 他其实眼神是比较严肃的 而且他并不像过去这么free 因为他并不是只代表自己 他代表整个党 也要跟对方来谈任何的话跟用词 其实都是牵动着每一个身影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他在现阶段看起来是比较包袱 包括从画面上看到他比较 神情是的确比较严肃的一点 是所以这次呢今天风伟也特别去专访了 究竟韩国瑜要如何扮演在蓝白之间 成为一个统窟的角色 而对于韩国瑜来说 先前呢在总统大选失利 而之后呢又被罢免成功 对来说现在出现一个久违的政治舞台 但是这个政治舞台呢 是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搭起蓝白之间桥梁的角色 他要如何拿捏 那可以换取多少表现的机会 来看今天的专访 不想抱头痛哭整合就做成功 一条路在朱立伦邀任副主席后 韩国瑜的下一步备受关注 无论副主席或不分区都是选项之一 主要是两个层面要顾虑 就怕当了副主席失去谈判正当性 那就很难再向这几天能与柯文哲私下拒绝 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一直没有跟柯市长见面 是怕外面人会想联想太多 我们有什么私人的欲望等等 没有 所以为什么跟柯市长一直都知道 双方都提了名之后再见面 坦言见面邀约是自己主动提出 且对话戏份一度严肃 见面轻松 谈话严肃 谈话的内容一旦转到大局的时候 大家都会比较严肃起来 想要下降民进党 能不能把力量整合起来 我们探讨的重点在这里 但既然扮演统估 那个先不谈要谁让步 更别说还有一个郭台铭 仍在冲刺连树 你觉得要怎么样说服他放下屠刀 这怎么样放下屠刀 这四个字用的太重了吧 我觉得如果蓝白这边谈的 真的能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 结果出现的时候 这也一定要找郭董事长 蓝白先河谈判才能向下延伸 就算这回自己不是要选的 四年前的那个男人 依旧在大选扮演关键角色 TVBHC 继终协会台北部门 而确实今天韩国瑜的出现 让大家对蓝白河有诸多的想象 不过今天韩国瑜其实也出现在 另外一个重要的国民党场合 也就是战斗兰的记者会 但是大家都说 韩国瑜是不是白谱呢 为什么深深来迟 通常迟到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到底是不是给一个软钉子 但是其实我们又后来去探究说 为什么韩会迟到这么长的时间 那个20分钟的时候 大家全部的立有参选都在等他 但是其实韩市长在路上 是稍微出了一点点意外 好险不幸中的大幸 他在路上的时候 他的坐车跟人家发生了插撞 最主要是别人的机车撞到他的车子 是 但还好是没有太大的事情 不过他自己本人也有下去了解一下状况 但是还好没有什么状况 所以就赶快搭上了车前往这个战斗兰的这个造势场 那还好最后就是勉强有赶上 那侯友宜其实在现场已经等了一顿子 说到底是不是又要给侯友宜软钉子 跟上次那个黄武的军系的活动的时候 侯友宜的场面 你一直在受信用又迟到 那说到这边就想要请教风味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韩国瑜对于侯友宜态度来说 能不要眼神交流就不要眼神交流 同台的话我们尽量就不要 ice to ice 那同时呢我们也有看到 这次韩国瑜在战斗兰的记者会上 其实感觉对于侯友宜的态度 跟过去很不一样 甚至临走之前还比了一个打电话 抱持联络的这样的手势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朱立伦也抛出了说 让韩国瑜来接任傅党魁的这个角色 那其实这个傅党魁一开始出来之后 有的人会解读说是要给韩国瑜来穿小鞋 但是其实这意味着说朱立伦即便是现在 还没有到选后 但是他现在就愿意释出战役 让韩国瑜来接任副主席 那代表说现在选前有你的位置 那选后当然也会有你的位置 那但是要不要来接 那就韩国瑜自己的决定嘛 但是这个背后的这些脉络 其实都是有机可循 那说到位置会是什么样的位置呢 刚刚封卫其实已经剧透 这个可能会是不分区的 国民党不分区的龙头 会不会也有可能 万一蓝白盒真的能够整合成功政党轮替 或有更大的位置呢 现在都有非常多的想象 是啊 包括现在看到朱立伦对民众党释出善意 韩国瑜对民众党释出更大的善意 那就是两个巨头的争夺战嘛 但是也不尽然说是如此 如果讲的比较现实一点 可能就比如说是卡位 但是其实现阶段的确是需要韩 主委需要韩 韩需要租 那现在韩愿意跳出来 其实有两个考量的点 第一个就是说很现实 国民党重返执政或者是在野阵营重返执政 那韩国瑜才有后续的政治路才可以继续走下去嘛 这是很现实的 如果民党当选 韩国瑜什么都没有 他顶多当一个在野党 最多最多就当副主席 是 那但是现阶段如果当选的话 那他才有路才可以走下去嘛 那另一个是说 其实在2019年 也就是2020大选前 当时候韩国瑜逆着风 很多人都不愿意接任他的后援会会长 是 地方的竞选主委 包括侯友宜本人都不愿意接任 但是当时候被视为说 也是2020总统热门人权朱立伦 他初选输了之后马上跳下来 接他的主委 是 还这份情 对他来说也是一份情 那所以当时候朱立伦愿意 在这样逆风的情况下 跳出来 那现在朱立伦愿意来拜托他的话 那他当然也在党员的角色上 应该要也有所贡献 嗯 确实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这幕后对于这个蓝白盒之后 胜选的各式各样 只为卡位的想象之外 但另外一种想象 怎么这一次非绿联盟 其实有三头鼎立 三强鼎立 但另外一强 这个男人也常常好像有点被忽略了 郭台铭是不是现在也面对了 被边缘化的问题呢 其实今天韩他本身在初选之前 就已经跟郭台铭见过面了 那当然是透过张文蔚的关系嘛 但是这一次他在言谈之中 可以听得出来 他对于郭台铭的整合 也不是那么迫切 他的看法也是说 希望蓝白可以先合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过去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郭台铭就曾经对韩国瑜喊话过 说让大哥先做四年嘛 是 那现在你现在说来说要再选 那韩似乎也不是站在你这边 虽然我们之前见过面 但是这个反应好像不是那么热络 那当然现在民调数字说话啦 民众党跟国民党还是最必须要合作的 那郭台铭是不是要来跟他谈 当然是要 那就韩国瑜自己的意愿 他是希望说可以在蓝白都促成了之后 他再来跟郭台铭来谈合作 那这是一定的步骤 包括国民党现在都是凝聚这样的共识了 嗯确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蓝白和跟菲律呢 所有的热点还有声势跟话题 都集中在侯友宜以及柯文哲的身上 郭台铭呢在拼连述的同时 如何可以争取到多一点的版面跟话语圈 参与这场谈判当中恐怕也是 未来一个很大的变数了 我们谢谢风伟的政治分析 谢谢 谢谢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